刚刚宣布再为人目的孙燕姿 这天为了个人新专辑跳舞的反骨 来到香港进行首映会 为歌迷亲自盖上自己设计的印章 吸引了接近400名歌迷到场 腹部已经微微隆起的孙燕姿 穿上平底鞋 在工作人员参赴下现身 怀着二宝还要到处宣传 燕姿会不会觉得辛苦啊 因为这次还是希望说 可以把专辑宣传好 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小心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也不希望 我也不希望自己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所以出来走一走 然后跟收一收大家的祝福这样子 那燕姿又会希望这一胎是小王子 还是小公主啊 男生女生真的都好都好 男生女生都好都好 对 身体健康就好 儿子知道自己要当哥哥了 又有什么反应呢 对啊 他之前就是 我还没有公布他已经公布了 所有的学校都都知道了这样子 因为刚好可能他们在讲说坐地铁这件事情 然后老师就讲说 我们坐地铁啊 要给孕妇跟老人就是座位啊 他就自己提供那个information这样子 所以全校都知道了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坐地铁 我说 你不要去跟人家说 你要把座位让给妈妈 他说 why 为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 对啊 我好笑 小朋友真的很可爱 香港的歌迷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演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来香港开演唱会啊 演唱会真的有点困难啊 希望再过几年可以可以好好的计划 然后再再再次跟大家就是从温跳舞的饭骨 还有之前的的唱片 那香港的歌迷们就要给点耐性咯 香港报导 虽然气温一度跌至冰点 但是深冬的魔都依旧热闹非凡 尤其是在时尚界 朝人们独特地着装给这个沉闷的冬天 增加了一丝亮色 2月3日 某奢侈品牌在上海举办了限时店开幕酒会 作为时尚界的大咖 纷纷前来助阵 刘文宜身橙色毛钉拼接西装亮相 气场全开 情书培则选择了无袖衬衫 单肩毛衣搭配别致的印花 长裙显得温婉动人 而陈然则身穿黑色漏肩短裙 女人味十足 既然大家都穿得这么美 不如来分享一下穿搭心得吧 今天会来灌店 然后在Prada这个店里面会看到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穿了一件 就是颜色还蛮显眼的皮夹克 然后很酷 然后有很多母丁 但是因为灌店嘛 所以穿了平底鞋 但是因为上海的冬天还是很冷 所以穿了上袜子 其实还是以舒服为主 太有特色的衣服 普通人也驾驭不了 还是听刘文的 自己舒服 最重要 不过超模人家就是有先天优势 人高腿长又纤细 自然怎么穿都好看 就拿刘文来说吧 著名的穿不错新人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他的每次亮相 更有甚者希望他能进军演艺圈夺拍真人秀 这样就能常在影评上出现 好让大家能多向他学习私服传达 但说到底 还是粉丝的美好愿望 能不能实现 还得看刘文自己是怎么计划的 其实可能过到学家还会在上海有一些工作 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去国外了 然后时装周也马上开始了 所以也会对自己来说也是新的一个真诚 对这个样子 那除了在时尚方面的一些工作之外的话 还会建议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演艺工作 综艺节目等等 因为大家都还蛮爱在萤幕上看到你的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吧 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 然后让自己在模特行业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产生事跟突破 当然如果有合适的真人秀 或是电影的话 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但有合适的话也会去参与 同样是超模 当了妈妈的情书陪就明显跟刘文有界区别 她的事业心没那么正 心思更多的会放在家庭 特别是女儿身上 当天的采访中 情书陪就表示自己希望能多陪伴孩子 见证她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不过对于打扮女儿这件事 她则表现的比较义 称给女儿穿什么 要是自己的心情而定哦 我其实还是想多陪伴她一些 然后现在就是生活工作的话 我就如果有一些好的工作 质量高的工作会接 如果就是没有的话 我也是想多陪她一些 对 我也是看心情的 有时候就随便 就是好懒 就随便帮她穿一下 有时候就是啊 这好好看 我就想帮她打扮一下 所以她在家自走一个什么style的 freestyle 没有啦 就在家就随意嘛 可能出去的话我会想一想 事业心不重 也不代表要放弃事业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工作的方式 情书陪当天透露 因为自己爱买爱的 搭配一些首饰 所以正在计划跟朋友 合作一个珠宝品牌 相信不久之后 就会跟大家见面啦 我工作计划暂时还 就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准备自己 自己会做 可能会做一个珠宝品牌 跟朋友在一起 因为自己蛮喜欢 首饰的 配饰啊 首饰这些 就 因为太瘦 可能有时候会很难买到 我的尺寸 所以想说 那正好自己也蛮喜欢 就尝试去设计一些 优秀的人都这么努力了 咱们还有什么理由偷懒呢 新的一年里要朝着目标 更坚定地走下去 为了鼓励粉丝们 刘文当晚也是特意录了一段新春祝福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越来越好 马上新的春节就要来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狗宁里面大吉大利 然后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当然也是注意保暖 小心感冒 新的一年也要努力工作 上海报道 林峰和蔡卓妍等人 这天在九龙城 为聚集PTU机动部队拍摄 蔡卓妍更重装上阵做访问 不重吗 挺重的 这个头盔 还有整个腰上面的东西都挺重 会腰酸背痛 但我觉得也还好了 讲到日前中心童宣布订婚 作为好姐妹的蔡卓妍 当然很激动吧 哇 真的 她告诉我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激动 然后我都说了 每天早班嘛 所以晚上都会很早睡 然后她那天跟我说的时候 我是很难 我真的没办法睡早 因为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会想起很多 我们从十几岁开始 一起认识 然后一起长大 然后到现在 要结婚了 就很感触 那个感觉 然后眼泪也差点 用出来 那伴娘这个角色 一定是你担当了吧 她刚刚才订婚 没那么快了 她还要时间计划 至于签约到古天乐公司旗下的 大家都期待着经典电视剧 《寻情记》电影版开拍的消息了 这个就要问古仔了 对 那让他正式去公布吧 合作很愉快 因为跟古仔认识太多年了 那最主要是我们的经纪人 Ronnie 我基本上我就一 一入行就跟他认识 所以现在 因为大家互相都蛮熟的 也很了解 那所以这次的 我觉得可以再次一起去工作 我觉得非常开心 那今年情人节 会跟女友千语比比 怎么度过啊 今年主要是过年 我们应该剧组 也会有两三天的假期吧 那我可以跟家里人 可以去个团天饭 诶 怎么都回避不说女友呢 香港报导 香港乐坛长青树 武王修 胡锋 修哥 最近积极筹备 二月举行的胡锋八六 获胜记录演唱会2018 昨天张家辉和罗兰 也现身彩排活动 听说张家辉 一直到修哥开唱 已经十分兴奋 马上打电话 已经成为嘉宾了 请他们两个做嘉宾 唱歌量就不是少了 他们两个做我的嘉宾的话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这位仁兄很难请得到 所以我就很开心 这位又很难请他出来的 所以我也很开心 就算真的唱少两首歌的话 都是值得的 不是啊 其实他心里比较高 因为他表演力很强 就是不想请嘉宾自己唱一首歌 我的心事都被你讲中的 讲到修哥和嘉辉 其实也有一段故事的 我从小时看一些乐乐场片 看到在不同的乐乐场片当中 有两部电影 他都是叫张家辉的 然后我长大了 跟他做了朋友 然后又认识他多了之后 原来发觉 他老婆和我老婆都是叫永和 我 跟着他又 就是无论阿世 阿世有没有 TVB其实他都做了 挺像我老豆 这样的 当然其实修哥 就是 在无论圈内圈外 就是他的 他的修养 都是我们这些后果 很尊敬的 大家都 大家都疼他 至于张家辉的唱功 连修哥太太也赞好 他呀 他怎么样啊 他呀 他好野 他好野 我太太在生的时候 他一听到张家辉唱歌 张家辉啊 入过这些音乐学语啊 唱得好啊 这样赞他的 是啊 真的的 虽然现在 没有什么对症 他的确确是这么说过 那 张家辉啊 这些才是唱歌啊 是 同了 那家辉会不会叫大哥 张学友 一同来为干爸 送上惊喜啊 我知道啊 这些东西 看他自己的心意啦 什么啊 我想都 应该有些表示的 这样咯 至于修哥 以86岁之灵 登上红馆 作为高龄开红馆 记录保持者的他 并没有受到年龄考验 依然努力练歌 还有练舞啊 这次很特别啊 86岁跳舞 真是很特别啊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气的 不过呢 尽量啦 尽量跳好他 对咯 还要跳三首歌咯 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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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困难点的 大挑战 大挑战 没错 那你和Lady唱什么歌啊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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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跳舞 我想 绝对 绝对不是问题 又唱又跳 年轻人也未必能做到啊 秀哥 香港报道 2月1号 现代都市爱情电视剧 爱情的开关在深圳 开放媒体探班 导演杨璇 协主演 孙子齐 赖宇蒙 董立 赵洛然 何嘉宣 马雪阳 王元雪 许荣珍 李若杰 共同出席了本次 每次媒体探班活动 爱情的开关 讲述了深海集团继承人 周眼照 与少儿节目主持人周小萌 从小青梅竹马 一起在体校长大 后遭遇变故分离 终于重聚 却因昔日同窗 蒋泽父亲的诡计 产生了一系列误会的故事 开关家族与媒体的首次见面 也是欢乐不断 熊子齐就先了解了自己 这次扮演的角色 这次比较风 比较磨 比较黄 就展现了一个男人 对另一个女人的 掌控欲的极致 就想把她时刻 圈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这次角色 我是 被盗棋 爱一个人爱到极致 然后就是被捏捏捏到极致 就是比较 淋漓尽致 特别特别虐心的一个角色 剧中 熊子齐与董立 有着不少对手戏 两人更是爆料 他们剧中还有不少打斗戏番 我经常被她打 她拳击手 我到处被打的那里边 我到处被打 本来我就是挨打的命 很惨 特别惨 爱情的开关 是董立出演的首部电视剧 她也直言 拍戏过程中 好伙伴都会帮助她 她的节目特别很大 没有没有 拍戏是互相给予的 你带我带的比较多 他每次都会教我 他说你应该这么撩妹 这样会比较好帅一点 最后导演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挑选主演的标准 其实就是他们每个人的特的气质 跟剧中的这些人物的吻合度 可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最高的 最贴的剧中人物的技术 孟格拉新闻 期待爱情的开关 早日播出 发导 24号 吴亦凡发微博说 飘雪唱歌记忆很深刻 很开心用音乐和大家交流 下次再见 并晒出了六张在超级版官方活动 Super Bowl Life激情现场的照片 照片中的国际凡造型炫酷 破洞库加上只扣了一个扭扣的上衣 看起来随性又张扬 老老发现 吴亦凡牛仔裤里的秋裤实力强眼 注重时尚的同时还不忘保暖 这样的凡凡真是让你放心许多呢 吴亦凡的工作室在微博说 这是樊先生第一次在零下20度的天气演唱 冷到带去的设备都罢工了 虽然天气寒冷 但精彩表演点燃全场 谢谢所有人的支持 下面我们就赶快听一下樊先生 现场超本的live吧 2月4号 王俊凯工作室 爆出了一段王俊凯在片场 与小马哥画园的视频 并配文称 给宝庆哥一个指点 他就可以画出整个世界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小马哥背着我们宝庆哥的圈圈 而宝庆哥重心不稳向后扬去 不过凭借着宝庆哥强大的腰力 没有摔倒 让现场工作人员大笑不已 两人还用腿比拼画园 妥妥的王三岁 看到视频的你们 是不是也隔着屏幕 露出智障般的微笑 小马哥 你确定你有我们宝庆哥的 腰力和长腿吗 猛了新闻 天场生活好滋润 期待小可的新作品 霸道 徐薇周发新专辑了 三日在台北举办专辑发布会的徐薇周 一身休闲打扮又是帅的 不要不要的 现场还飙唱新歌 惹来粉丝们一阵阵的尖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我身边通为一心扬 现实对决定下的冲撞 说好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可在 哇哇哇 上面停满的天 哇哇哇 一路平坡神 哇哇哇 two 不算多风雨在一起 我也不畏惧到有情一切 现场周中不仅连唱两首新歌 还邀请粉丝互动 送上爱的抱抱 更完善了上床游戏 粉丝们的福利也太好了吧 这充分实力杠杠的 我觉得粉丝对我来说就是 就像我的家人 就像我的家人 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之间 就是 不需要我就不需要那种隔阂的 不需要像 真的是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处 你对粉丝已经这么好了 那对女朋友会不会更好啊 暂时没有女朋友的许位周 更是直接爆出了理想型的 还直接现场列了争有条件 林志玲 林志玲姐姐 但志玲姐姐已经名画有主了 我觉得 懂事一点的 善解人一点的 然后可爱一点的 然后顾佳一点的 就这样 主要是聊得来吧 主要性格比较相投 我觉得会好一点 然后比较重要 周朱的粉丝们 来看看你们符合吗 台北报道 有没有一种在看春晚的机制感 其实这可跟春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今天是网组机器人争霸的发布会 机器人争霸这名字听着就很有趣呢 参加节目的明星嘉宾也很有趣 安吉拉贝比 李晨 林刚新 盛一轮 赵立新 据小编我了解 五个人之中就有两个平时非常爱玩游戏 一个是安吉拉贝比 一个是林刚新 明星嘉宾各自带着队友操纵机器人 打比赛的同时 顺便就把节目录制完了 想想都觉得过瘾呢 我其实真的来这个节目特别特别的高兴 就很嗨的 最嗨的恐怕还是游戏大人林刚新和网瘾少女安吉拉贝比 李晨上一轮这下恐怕是遇到对手了 其实都差不多吧 我们七十四个都是新手 所以都是从零开始 我们机器人呢 操纵机器人游戏都找不着北 谁说的刚才你直接给我怼到脚里去了 是我就在北边吗 对你刚好在北边 第一场比赛就把李晨怼到一边 看来操纵机器人技术最强非安吉拉贝比莫属了 已经玩嗨的她 她表示已经打算学习制作机器人了 至于目的嘛 你们一定想不到 其实我蛮想自己学会制作机器人 然后以后会跟孩子有一些工作的话题 走到哪里都心心念念儿子小海绵 安吉拉贝比果然是好妈妈呀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安吉拉贝比透露 今年春节一家人依旧在青岛过年 每年都是青岛 然后那个你问一下李晨吧 这个今年春节 我也是青岛 那是带着范冰冰一会儿吗 什么 是带着范冰一会儿吗 她带我回家 我真的是青岛 今年是青岛 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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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 还没结婚就跟女朋友范冰冰回家过年 这简直是实力宠女友呀 三日昆凌出席某供应活动 这也是昆凌从周九伦手里接棒成为鲨鱼保护供应大使 一身简单打扮的昆凌依旧少女感十足 完全想不到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于保护动物 昆凌表示和周董两个人都有同感呢 对其实我们对于动物真的是 有很大 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 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可以感同身受 现场昆凌不仅呼吁大家保护动物 还透露在家里也会教女儿好好爱护动物 特别是家里的狗狗都是好好的相处呢 因为有时候像女儿就想要说狗狗不乖 就要揍他或是干嘛 然后我们就说不行 你看他很可怜 他只有你一个朋友 然后就慢慢用这样子 他就觉得狗狗好像很可怜 只有他一个朋友 所以他可以忍受他 对他咬他 也不是咬他 就是跟他玩 然后他觉得可以忍受 因为他只有他一个朋友 之前有报道说 周董担心孩子会移传到他的僵直性脊椎炎 所以儿子采用的是人工受孕 非自然生产 不知道昆凌有没有听说 其实我没有人工受孕 但是因为最近 其实我们是有得到这方面的资讯 因为医生他们知道 他有遗传这样的疾病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的option给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采用的时候 我就怀孕了 所以就还来不及采用这一方案 对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 儿子有遗传到这个症状呢 其实担心多少后悔 可是因为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 就是可以 对啊 药物治疗 让他可以舒缓他的状况 相信科学技术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了 那你们已经有两个想宝宝了 会不会想着再要一个呀 多生一胎 我觉得这扣打可以留着 但是就是这几年先缓缓 对 昆凌和周董都是爱孩子的人了 有没有互相讨论 一共要生几个小孩呀 整共生几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生几个 但是我觉得生小孩跟养小孩 其实是蛮欢乐的 然后但是只是因为现在两胎有点近 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照顾好他们 让他们长大一点之后 再想着下一胎 这马上就要到情人节了 有没有准备什么礼物送给对方啊 是一颗爱他的心 这情况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昊然 萧萍金这个角色 它其实它是分前后跨度的 其实对于前部分的那一部分 其实我倒没太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 所有能经历过的事 其实我都经历过 对这段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我大哥就小明哥实演的 萧萍章去世之后 一直到我父王去世的这段戏 其实是我自己看剧的时候 一直在很认真的看的 因为我觉得这段戏 是我之前可能演不好的 但我想试试看我这次能不能演好 最后发现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的 我觉得挺满意的 虽我在狼牙山那可是大名赫赫 人称 韩潭小神龙 你笑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笑呢 就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戏好看好看在哪 好看在它矛盾冲突和它的转变 最终戏你看平津和联系 在前期的时候 它的人物关系和后期的人物关系 其实它有一个反转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狼牙榜的风起长林的这个系里 所有的人其实它都是有自己更重要的事情 然后而且它都是在各自尊重各自的选择 永远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强加于别人 就包括平津和联系后期的感情 这个是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难得的那种 两人的交往方式 败把子 没有古代人嘛 古代人比较 比较含蓄 你是我最珍惜的朋友 我不想就这么失去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戏里 它关于情感的那些部分 其实它反而是其次的 家国情怀里边的 它可能承担的那些格局更大 所以说其实情感部分都是 我觉得是戏里的那些 小小的调味剂吧 古田乐这天现身名表发布会 原来除了珍藏玩具外 古展也有收藏手表习惯的 我觉得一个一直好的手表 最重要是它的能心多一点 会好一点的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潜水的 所以如果这个手表有潜水的功能 我会首先选持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收藏手表 因为我觉得迷之手表 都代表了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主要买手表的时候 会了解他们整个 寄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另外张刀谷在接棒 担任演艺人协会会长 他自己也预备了很多新计划 其实当选了这个演艺人 一个亏的亏奖 我觉得我希望未来能 把更多新的动力带进去 还有是希望能帮助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所有的演艺人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会稍后 我们安排好 跟所有的界变 每一个每一个会员 看完亏之后 会慢慢公布出来 会长就不怕去做 但做金箱市场的主持就拒绝了 为什么呢 也是为电影圈出一份力哦 主持是我觉得因为 不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说的 当主持 当时候我们真的没时间 然后没有亏奖 因为主要是 时间方面是比较好一点的 只要我安排好 有时间去开会 去聊讲 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慢慢做的 但是主持人真的 因为他需要那天 这个时候我要进行彩排 所以我怕没有时间 去配合 所以我推掉讲 提到在亚洲电影大奖 凭电影贪狼或提命地 胡仔又有没有信心 其实我觉得日文 已经是一个肯定人 有没有机会拿奖 也要 每一部戏 我觉得每一部戏 有他的命运 到时候到底拿不拿奖 我觉得谁 也不是我能攻击的 不过自己心底 应该也想一场 拿影帝的滋味吧 香港报道 既前一天公布全新小分队后 2月3日晚 SNH48 Group 第四届年度金曲大赏 在上海媒赛 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再次上演 有粉丝票选出来的 50首SNH48 Group 年度金曲于现场 一一揭晓 来自SNH48 及姐妹团 VEJ48 GNZ48 SHY48 的逾200名成员 同台现演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震撼的试听盛宴 最终由 VEJ48成员苏珊珊 SHY48成员王诗蒙 VEJ48成员冯思佳 SNH48成员张丹三 四位成员 共同演绎的Unit曲 春夏秋冬 摘得Unit曲的第一 面对这样的好成绩 妹子们也是难掩激动之情 我们这一次拿到了 金曲大赏第一名的好成绩 对 就很意外 就 吓到了 这种感觉 但是很开心 因为 这个奖励是 完全是靠粉丝给我们的 就可以说 就算你底下再努力 如果没有粉丝支持你的话 你也得不到这个奖励 所以 怎么说 就是 得到了还是会很惊讶 然后很开心 对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而由SNH48 请N2演绎的16人曲 光之轨迹 众王所归 带得16人曲的第一 在此次金曲大赏演唱会的收官时刻 SNH48 Group的运营方现场发表了 上海团体SNH48 自成立以来的首次团队大重组结果 这一重磅消息 不仅是对粉丝而言 对成员们同样也是相当重要 因为今天 就是虽然也是跟我们往年一样 都是我们的粉丝投票 选出的最好的50首歌曲 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但是今天不一样的意义主要在于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 就是大组合的内容 就是对于现在原有的队伍成员 重新打乱再重组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然后也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据悉所有SNH48在即的102名成员和新出道成员进行了重新分队 大家在一起 在一起四年 哎呦我的妈 真的舍不得 但是作为从N队出去的一员也会继续努力 因为我是从N队里面出来的 然后也会在新的队伍里面 然后继续的好好发展 然后也希望SNH也能够大家各自安好 平常就相处 四年嘛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就大家生活都在一起 一起吃饭 睡觉 训练啊 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对 然后我们的成员生日的时候都会一起就是吃东西啊 然后一起就是放松聊聊天这个样子 然后我记得有好几次也是聊了个通宵这个样子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尽兴吧 因为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忙都很难凑到一起的时间 然后那些时间呢就让我们就更加了解彼此 果然是姐妹情深虽然有着满满的舍不得 不过还是要给自己和成员们送上大大的祝福 期待大家未来可以创造出更多好成绩 对 那个小组合还有这次的组阁的话呢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组合的新的发展吧 因为我们N队已经在一起四年多了 这次的组阁对我们来说可能老成员会走掉一批 非常的不舍得 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场就是新的体验吧 然后我们的就是小分队的话 像我和朵朵有那个HO2 还有娜娜她有BlueV的这个小组合 希望我们来年的话呢 可以以这个组合形式带给大家多一点不一样的我们吧 我自己的话因为刚刚重组了这个队伍所以我自己对队伍的这个目前的规划和发展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跟新的队员也需要熟悉一段时间和磨合一段时间 跟其他的成员一起好好发展 因为我跟一加爱这一次就是作为N队的新队长 所以现在呢想要带领新成员尽快地熟悉 我们N队的这个环境 让他们就尽快地就是跟上队伍的步伐吧 所以那今天是突然飞来吗 我是魏克群回来的 我当然希望她保重啊 因吴克群妈妈生前很想去夏威夷 但阴病无法成型 孝顺的吴克群把告别会场布置成夏威夷风 完成妈妈遗愿 在回忆影片中 吴克群回忆母亲一生 还有在母亲病床前见证父母的结婚登记仪式 吴克群现场神情哀气数度累崩 是一个人用他的身体带传重我们 接下来不要借我们的小男和娶 来到前方 带自己的与大家 吸塑我们心中对自想的火花 吴克群在念追思本时速度哽咽 感谢母亲并告白母亲 活在自己的血液里不会离去 那我想离去的亲人 他们会在我们的血液里继续 那我会把此生活好 我们都把此生活好 我们所有我妈妈的亲朋好友 然后我的亲朋好友们 然后爸爸不要难过 好不好 然后我们去那些 没有去的地方玩 然后妈妈 我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看到我妈妈是笑着的 所以我相信我妈妈 最后是很平安喜乐的 然后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